记者蔡舒元台中报道,今天4月28日是儿童保护日加福基金会号召民众穿着红衣一同走上街头,用红超力量守护儿童,南台中加福中心的社工老师化身动漫英雄超人,浩克,美国队长等走上街头,到东兴市场宣导一起发挥正义使命,用爱包围受虐,终止而虐而虐案不断发生。 为福部2017年统计,儿童少年在受虐类型中,遭到身体虐待及不当管教达55.7%,其次是疏忽照顾20.0%,南台中加福主任洪建印则说,每个人多付出关心和急婆心态,事实留意与通报,就可以减少而虐悲剧的发生,市场里有许多热心婆妈或摊贩会相互流通 消息,七万宝观念能深入基层,家福基金会在儿童保护日,家福基金会以Lovehugs互同拥抱和慕吉爱的便利贴为寿命而发生,慕吉祝福,社工老师化身美国队长,超人,钢铁人,蜘蛛人,雷神索尔,浩克等动漫英雄到热闹的东兴市场宣导, 超饭超人连锁店里老板是南台中加福的儿保好邻居,店内配合加福具办写便利贴送小菜活动,也率先购买儿保警诊,老板更以身坐则带领员工一起走上街头宣导,一起保护儿童,连进中心的爱心店家如小泉茶吧,天喜园中药行,三合诊所,长青照相馆, 卖一次咖啡蔬食等许多店家,以及儿保日同名的428,KF都受邀请我儿保好邻居,协助海报张帖与宣导,期望透过更多人的眼睛,知己社区保护网络,提供孩子平安长大的环境加福基金会以4月28日为取其谐音,希望民众能自事事关怀儿童,二重视儿童保护, 8.与孩子爱的抱抱 想知道怎么帮助孩子,可拨打080078585加福专线咨询,若评估孩子可能疑似受虐,可打113保护专线通报